希望联盟在执政时期被指以直接谈判的方式批准总值66亿1000万令吉的政府工程 结果招来非政府组织举报彻查 反贪务委员会今天证实已经接获投报并会开档调查 财政部部长东姑扎夫鲁日前在下议院揭露 西盟掌权时共有101个工程合约项目是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进行采购 引发舞弊疑虑 非政府组织今天就向反贪会投报要求彻查 反贪会较后发文告表示 他们将向财政部索取总值66亿1000万令吉的采购清单 以调查是否存在贪污滥权和独职成分 不过财政部前部长林冠英今天在国会召开记者会解释 西盟通过直接谈判方式批准的工程只占政府采购的1.4% 他挑战扎夫鲁公开国阵西盟和国盟执政时期的数据来做对比 根据林冠英公布的数据 西盟执政两年的政府采购达4774亿令吉 通过直接谈判方式批准的工程是66亿令吉 占了1.4% 平均每项工程为6530万令吉 发展项目方面总共1,098亿令吉 占了6.01% 他也公布12项国阵掌权时 通过直接谈判方式批准的工程 总值1,393亿令吉 其中包括JPAC控股的12亿令吉太阳能供电计划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